想要知道一个女人爱不爱你 发个信息就知道了 一个女人对你是有感情的 那她就会对你的态度不一样 用这几种方式跟你聊天的女人是真的爱你 你看她有吗 一 你的信息都是秒回 都说秒回一个人的信息 那是因为在乎你 你给她发信息 她会给你秒回 而且回复你的内容很多 那是真的在乎你 并且说话的语气 很有杀娇的感觉 在你面前就是小女人 温柔似水 对别人却是很冷的感觉 啊 不在意场合的和你侃侃而谈 女人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害羞一点 大多数是让男人来找话题 而且问一句回答一个 就如老师提问学生问题一样 如果一个女人和你聊天时 经常可以侃侃而谈 而且不管谈什么 她都很投入 不分场合的找你聊 哪怕是在公交车上 她都能和你聊得很投入 说明她心里早已把你当成了老公 三 告诉你她的小秘密 女人的小秘密特别多 一般只有她的闺蜜才知道 甚至有些小秘密 再好的朋友 她都不会告诉她们 那如果一个女人愿意把她的所有小秘密都跟你分享 比如有多少人追她 每一个追她的人有什么特色 这些小秘密都通通告诉你 说明她早已把你当成她的人 她想要让你了解她 然后知道怎么主动追她 反正只要你开口 她就答应 四 经常和你聊她未来择偶标准 没有一个女人会经常对你聊她的择偶标准 顶多聊天时提到会偶尔说一下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为你聊起她的择偶标准 而且每一条都很符合你 其实她就是在暗示你 她喜欢你 而且爱你 她心里想把你当成她的老公 五 不敷衍你的信息 每次和她聊天的时候 她都是很用心的去聊天 不会用简单的几个字去应付你 也不会敷衍你 经常有些女人聊天聊着就消失了 真正心里有你的女人 她是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 六 主动找你聊天 真正在乎一个人 就会主动联系你 找你 因为在乎 所以会迫不及待 不会等着你去联系她 她就已经联系你了 把你放在心上的女人 才会主动去追爱的男人 女人心是难以捉摸的 真正爱你 在乎你 她才会对你态度不一样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